这里真正称得上是尔湾的顶级社区 乌龟岩之巅 Turtle Rock Summit 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说过 但是真正的本地人对这里都耳熟能详 这里500万的房子是什么样子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咱们要看的是一个5566尺 五房五位三车位标准车库的大独栋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两层楼的大条高 宽敞大气瞬间提升了居住的体验 配得上这个24小时的高档警卫社区 穿过大客厅我们就来到了后院 时光给了这些植物充足的生长空间 所以我们满眼望去都是郁郁葱葱 这栋房子是建于1991年 也就是这个社区的建筑年代 30年前的这种设计 让整个这个房子和小区 看起来更有美国本土的这种味道 这个呢它是一个宽面的大独栋 也是那个年代基本的独栋建筑方式 它不像现在就是这种细长的 也就是窄面 但是很深的这种独栋 所以呢像这种宽面的呢 它的居住的体验非常的好 而且开阔大气 现在呢咱们看到的是一楼的卫生间 独立的卧室还有洗衣房 然后它在另一侧呢 是它第二个这样的客厅 包括它的厨房都在这一侧 这里呢特点就是有非常多的窗 每个窗看出去都是绿色 现在呢咱们上了二楼 从这里看下去就是大豪宅的感觉 二楼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空间 一个小客厅 这边呢咱们看到的就是主卧 这个主卧的层高还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呢这个主卧还配有了一个 自己的这种大客厅 同时呢外面还有一个大阳台 可以看到远处的景色 非常的漂亮 主卧的另一侧呢 就是它宽大的这种浴室 还有它两个衣橱 就是说夫妻之间呢 可以各自放衣服 而且互不打扰 这种主卧的舒适度呢 其实是后面在建的房子里面 很难看到的 接下来呢咱们去另一侧 另一侧呢这边是三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而且呢它每间卧室 其实都还蛮宽敞的 从窗户看出去呢 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 非常的漂亮 这种沉淀下来的小区呢 也更有口碑更保质 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 这种沉淀下来的小区呢 就像这种沉淀下来的小区呢 这种沉淀下来的小区呢 这种沉淀下来的小区呢